气候变迁导致降雨变得不稳定 国内南部水情持续吃紧 台湘市长卢秀燕 18号一早跟行政院长 经济部长等人 到马鞍坝视察大甲西 卢秀燕向陈建仁请命 说现在德基水库蓄水量 已经降到60% 铝玉潭水库降至45% 应该要尽早将台中的水情 由蓝灯转为绿灯 提醒民众节约用水 也让相关的公务单位 做好预备措施 那这个水电物价 都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国家应该要把最优先的 各方面的政策资源跟关心 放在民生的能源 台湘市两年前经历百年大旱 当时德基水库 曾降到只剩下3% 卢秀燕不希望今年悲剧重演 根据气象预报 4月下雨天数偏少 接下来可能会碰到干旱 市长认为中央报喜不报忧 希望行政院长能提前调度 有可能把电价反映在物价上面 那另外呢 像这种大的工商 他们也是要用电 那也会造成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形 所以不要单看电价 要注意物价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卢秀燕强调两年前夏丁决心执行大安大甲西联通馆工程 但115年才完工 恐怕无法解决今年水情问题 目前台中备原水每日有9% 大约15万吨 是来自地下水 因应水情旱灾时 台中可以配合中央调度开井 他也提醒台中之前风景就是为了避免地下水流失 免得地层下陷 现在若踩地下水早井也是一种伤害 需要思考全盘配套措施